好,我是理财叔叔 因为大家都很忙 所以我要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 带你入门弹唱 第一堂课甚至你都不用拿起吉他 我就和你说厚厚的一本教材里面 你只要看三样东西 厚厚的一本教材 其实是我自己学吉他入门的阻碍 我学吉他的前两年 大概有三四次都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厚厚那本教材内容太多了 其实你只要看里面的三样东西 好,我今天也不细讲 我先告诉你有哪三样 第一个,格子图,和弦怎么按 第二个,歌词 不要不相信,歌词很重要 第三,和弦印在哪一个歌词的哪一个字上面 这点也很重要 好,我们下一堂课才会教你怎么按和弦 但我现在先证明给你看 为什么只需要这三样东西 和弦怎么按,歌词是什么 在哪个字上面 以第一首歌做例子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某的上面是C和弦 天的上面是AM和弦 C和弦这样按 AM和弦这样按 所以你会观察 等一下唱到某的时候 我会刷一下C 唱到天的时候 我会刷一下AM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意思类推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 第二首歌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你问我爱 这个C和弦写在问的上面 而不是你的上面 它是不是印歪了呀 是不是本来印这儿 但它印这儿还真不是 它真的是唱到你问的时候 才要少一个C和弦 而有多深的有是一个EM和弦 你看一下 三件事情 和弦怎么按 和弦在歌词哪个字上面 以及歌词是什么 歌词是什么也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 第一堂课就这样 第二堂课我们开始教你怎么按和弦